昨天下午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1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海口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反馈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督查报告的通知 和省委书记沈小明关于保障农民饮水安全的批示精神 审议了农村裸露土地 种草绿化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等文件 省委副书记 领导小组组长李军主持会议 李军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落实中央农办反馈督查情况为契机 抓好问题整改 提升三农工作及乡村振兴工作水平 推动省里关于壮大农村集体经济18条措施的落实落地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推进三块地改革与共享农庄建设结合起来 盘活利用土地要素资源 激活农村发展活力 用好乡村振兴电视夜校 培育本土人才 开展能人返乡 做好隐才隐制 加强农民培训 认真做好乡村振兴实际考核 抓好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和省委一号文件贯彻落实 确保农民增收等指标任务如期完成 解决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 实施农村裸露土地绿化半年行动计划 推进西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 领导小组副组长徐启邦出席